词曲 李宗盛 讲点不一样的 讲点平常你听不到的 没错不用怀疑 这里是演讲录 依然由Rex为你言说一切 今天这节目进来 是不是吓到大家了 因为咱们节目从来就没有什么音乐 今天不光有音乐 还有人唱 这就完全就是咱们这节目 到现在30多期了 都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 然后你是不是想问说 Rex你今天这是抽什么风啊 怎么想起来放音乐了居然 我先解释解释 为什么咱们这节目从来就没有音乐 一方面确实是因为 我平常的其他的事情太忙了 我能把这个声音录下来 给大家做节目 这就已经要耗费不少的时间了 然后再放音乐 再放后期确实有点忙不过来 这是一方面的原因 另一方面是因为 我从事的是出版行业 这个出版人嘛 就对版权就比较敏感 我们知道我们能听到的音乐 基本上都是有版权的 我们还能经常从新闻上看到那些 什么音乐平台巨头之间 还因为版权还进行打官司 前几天 苹果要推出Apple Music这种服务 跟Taylor Swift之间还有一些纠纷 最后是和平解决 但是总之是因为版权的这个问题 现在它还有很多的版权官司在打 所以音乐都是有版权的 所以我是不能随便用的 可能在这方面我可能是有些保守 但是文拓几件我也就没有放什么音乐 好在咱们这个节目嘛 主要还是以说为主啊 就是我在这摆会 演讲录嘛 演讲录嘛 又不是演唱录 否则我那个logo上面就不应该是 言字旁 就是口字旁 或者是其他的什么片旁了 那为什么今天我又敢放这首歌了呢 那自然是版权问题解决了 我才敢放 因为这首歌的词曲唱 是我非常非常熟的一个朋友 一个姑娘 非常漂亮的一位姑娘 叫李小洛 这是他2013年的专辑 宇兰亭街当中的一首歌 这首歌的主题 跟我今天要讲的话题 非常非常的有关系 所以我经过他的同意 用在了我们节目当中 那么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呢 我们上一期讲滑铁卢的时候 我们提到说英国伦敦就有一座桥 就叫Waterloo Bridge 就叫滑铁卢桥 你直接翻译的话是这样 有一部电影非常有名 就叫Waterloo Bridge 然后我们中文翻译成 魂断蓝桥 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 那么节目当中我就说 当时这种翻译实在是有点矫情 你就好好的Waterloo Bridge 你执意确实不好听 那你翻译成魂断蓝桥 为什么是非得是蓝桥呢 难道桥是蓝色的吗 我当时还说了这么一句 节目完了之后 就有朋友跟我说了 你居然不知道蓝桥 我说怎么了 这个蓝桥有什么典故吗 他就跟我说 这是尾声的故事 微信给我发的 尾巴的尾 小声的声 然后这尾声的故事 我说我知道啊 这不就是跟一姑娘约会 在桥底下约会 然后等半天 这姑娘都没来 后来这河水暴涨 然后它就被淹死了 抱住而往 抱着那个桥的柱子 就淹死了 不就这么一个 倒霉蛋的故事吗 这故事我知道啊 这是古代非常著名的 一个故事 尾声是手信用的 一个代名词 他跟人约好了 就绝不复约 就在这儿就淹死了 就这么个故事 那跟蓝桥有什么关系呢 我后来一查果然有关系 就是因为据说尾声淹死的这个地方 就是这座桥就叫蓝桥 那为什么叫蓝桥呢 因为它在我们的蓝田县 蓝田是现在西安市下面的一个县 这个地方在古代就非常出名 因为有一个成语叫蓝田生育 蓝田这个名字就是从 因为它产育 所以才有的这个名字 因为古代稍微刺一点 那个育 就是不是特别好 但是还也很精美 那个育叫蓝 盛产蓝这种育的这个地方 就叫蓝田 蓝田生育 其实是一个成语 就是形容贤富生贤子 就是虎富无犬子 就那个意思吧 就是说的就基本上就是老子英雄 而好汉的那个意思 你要见到人家 老爸带着儿子 你来一句 哇果然是蓝田生育 你这相当于就把儿子 把老子一块就给夸了 就是古代比较文雅的一种说法 现在很少见到这样的词 但蓝田生育是一个成语 我们现在知道蓝田 还因为蓝田原人 距今生活一百多年之前的一个原始人类 对吧 有什么原谋人蓝田人 原谋人更古老了 但蓝田人蓝田人的发掘地点 就在蓝田 所以定名为蓝田原人 这个地方在古代确实比较有名 因为关中地区 古代是帝王之宅 这边汉朝什么唐朝 都是在这块定都 然后这个地方是出 八百里秦川的一个要道 这个地方还有蓝田这边 有一个关口叫蓝关 韩玉有首诗 就云横秦岭 家河在雪庸蓝关马步前 就在这淫的时候 韩箱子就送肉来了 没有这八仙的故事了 说韩箱子是韩玉的侄儿 但是这也是跟蓝田有关 蓝关 那就蓝桥 蓝桥 蓝桥我之前确实 蓝田其他这些事情 我知道 但我真的没有把蓝桥 跟尾声的故事联系起来 因为原始的出处 尾声的故事的最原始的出处 是在庄子里边 庄子有一篇叫道直 里边他这么说 原文就很简单 那么一行字 尾声与女子 其余梁下 女子不来 水至不去 抱梁柱而死 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故事 非常简单 尾声跟一个女子 就相约 约好了 就在梁下 梁就是桥 在桥底下约好了 为什么在桥底下 桥底下 那个黑 那个就比较隐秘的地方 然后结果发达水了 水来了之后 他还坚持不走 坚持不走 就抱着那个梁柱 就被淹死了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故事 这里边其实并没有提到 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 这个桥叫什么桥 其实并没有提到 是有别的出处 什么西安府至 这种地方至 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地方 他会提到 说其实这个故事 就发生在我这 我们可以对这个地点 再存个疑 但是这个事情 可是确有歧视 而且不只是这一个地方 就庄子这一篇里边 讲到这个故事 比如说战国策 比如说什么 很多其他的地方 这个庄子道直篇里边 是从道直的嘴里边 说出来这个事 道直就是春秋时期的一个 纵横列国之间的一个大道 道 他的名字叫直 当然他也有出身 据说是也是从 鲁国的贵族这边出来的 我们原来把他当做一个 农民起义的一个 最早的农民起义的一个领袖 他嘴里说出来的 而且他是当反面例子来说的 就是他在埋态孔子 你看庄子这书里边很有意思 没事就埋态埋态孔子 当然道直这篇文章是庄子的杂片里边的 我们知道庄子分为内篇 外篇和杂篇 杂篇就据说很多就不是庄子写的 就是脱民的伪作 这篇应该就是伪作 就不是庄子写的 就他的语气风格什么的 跟庄子之前的文章并不太像 不过庄子也确实经常没事就埋态埋态孔子 所以说这么说其实也合理 但至少证明一点 就是在道直这个时代的春秋 就孔子这个时代之前 尾声的故事就已经很有名了 然后这些什么大道都已经知道这个事 道直说这话的时候 他当做反面例证 是在说什么事呢 就是说儒家你遵从的这些什么仁义 理智性忠孝这些东西 都是一些没用的东西 比如说就举到这个例子 这是其中一个 就是说尾声 你这不是守信用吗 你守信用最后你有什么好处呢 你最后还不就是一个死心眼 最后就把自己淹死了吗 所以可见你这种守信 也是反人类的 是不尊重自然的 是虚伪的 他所举的其他的例子 也都是说的这事 咱捡几个大家可能熟悉的一些 例子来说 比如说说起来闲人 就说是博弈书旗 为什么闲呢 就是让国 就是放着国君不当 就跑到守阳山顶下去 不识周祖最后怎么着了 饿死了吧 对吧 然后再说戒子推 就我们现在寒时节 清明寒时 就是为了纪念戒子推 戒子推当年是跟着靖文公 也是靖文公流亡19年 他跟了19年 可算是忠了吧 忠心耿耿 但是后来他还割肉奉君 就是没肉吃了 怎么办 从自己腿上割下来一块肉 给靖文公吃 而且说你觉得好吃吧 好吃后边还有 这么中的人 最后论功行赏的时候 把他给忘了 他就跑到棉山 带着老母亲就跑了 后来那个靖文公 终于想起他来的时候 就搜山搜山搜不着 就烧山想把他逼出来 他不出来 最后就被烧死了 你看忠心耿耿 有什么好下场 最后不就是这么被烧死了吗 活活烧死了 然后就再说比如就这种 尾声这样的故事 你说你守信 守信有什么好处呢 还有什么吴子虚 笔竿这样的 什么忠心耿耿的这些人 最后有什么好下场呢 吴子虚沉江 笔竿剖心 这些人 都是说你为了这些名声 为了这些名气 然后违反人的天性 做的这些事情 当然这个道指片里边就写的是 孔子本来是在劝道指 说你不要为非作恶了 你就当诸侯 最后怎么着 不得挺好这件事吗 结果最后是有点落横而逃 那个意思 反正不光是没有说服道指 最后还是弄得非常狼狈 当然这是庄子写的 实际上孔子怎么样 咱们也不知道 这故事都不见得是真事 因为他经常是讲一些故事 是预言故事 就涉欲 就说着两个人说话 对话怎么怎么样 其实这事可能就没发生过 就是他其实有可能是 庄子写的段子 当然这篇都恨不得 都不是庄子写的 但至少这表明了一种观点 说你守什么信 像伟生这样的 那不是死心眼吗 甚至都不是死心眼 是缺心眼吗 对吧 你这大水来了 你这姑娘你眼看着你都没来 就算她来了那么大水 她能下来吗 你还不赶紧找地先逃命要紧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啊 是不是 等着大水过去之后 咱们再约嘛 对吧 来日方长嘛 你何必非死守着今天晚上 非死守着这座桥呢 但是总体上来说 在古代社会里边的主流观点 对于伟生 这还是非常非常推崇的 因为他真的是守信 守信到连命都可以不要 就是这种忠啊 义啊 人啊 信呢 尤其是后来 这个儒家思想 占据主流的时候 对于向伟生守信 都是非常非常推崇 但是我们到现在 到现在社会 我们这不符合 我们现在的价值观了 而且中国人是非常 善于脑补故事的 就像说这个伟生的故事 其实在古代的 那个文献当中 记载是非常非常 短的这么一个故事 短到只有一行字 就把这个事讲完了 然后呢 我们就会给他 补上很多的这种细节 和我们都补出 一个电视剧来 能敷衍出一部 长长的一个长篇 所以说伟生 后来慢慢的 就有了出身 有了家世 有了背景故事 就是他有其他的故事 然后来论证 他是什么什么样的性格 约会也就有了由头 有可能就是他们俩 约好跟姑娘要私奔 还是就是优惠 还是怎么怎么着 然后姑娘没来 也可能是被家人禁锢了 他本来想来的 结果因为家人不同意 就来不了 也有可能就是他自己绝情 本来就耍人的尾声玩的 这里边的可能性就太多了 因为只有这一句话 然后尾声后来爆竹而亡 死了 死了之后 就有人说 就是这姑娘后来又来了 来了看到他之后 要么就是悲痛欲绝 也殉情而死 也有人说这边 就是一边这边 葬尾声 那边姑娘就嫁出去了 这些故事 我们肯定都是假的 就是猜中了 也是猜中的 蒙的 这都因为史无记载 都是后来脑补出来的事情 所以说我对于说 这个兰桥这个事情 虽然它这个典故 出处也比较早 但是我还是要打一个问号 你把这些情节往里边一放着 基本上这个故事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庸俗的一个爱情故事 甚至按照某些版本都不是爱情故事 都是绝情故事 都是最后殉情故事 这些故事真的很奇妙 就是你本来可能一句话 你就看它的时候 虽然干巴巴的 但是你能想象空间非常非常大 但是你把这个想象的空间全部用你 这个我们自认为非常非常合理的这种情节填进去之后 反而觉得寡淡无味 就像这个尾声的故事 我们基本的事实只是知道 她跟一个女子约好了 在桥下见面 她到底是为了什么跟她见面 是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完全不知道 只知道基本的事实 她在这等没等着被淹死了 我们现代人的一些想法 其实有些都是很猥琐的一些事情 有人说不过她就是想去偷香妾玉 结果把自己玩进去了 你看玩陷了吧 有人说她其实就是说 我就在这等 我在这等 你看我的深更半夜还在这等 发水水都来了 我没想到自己会淹死 但是发大水你看我还在这等 这姑娘如果这时候来了 不就会感动死了吗 感动得要死 不就以声相许了吗 这种观点一说 基本上这个尾声就是个投机分子 但你说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吗 如果按照现代人的这种想法来说 可能这是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但这是真的是以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 如果是现代人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会有这样的想法 至少会有一个趋利避害的想法吧 这大水来的 咱还不知道找个地方躲一躲吗 但是对于先秦的人来说 当时民风尚且质朴 我觉得最有可能的事情还是因为 尾声确实是守信之人 确确实实是死心眼 死心眼 就是为了等他心爱的姑娘 就这么等死了 他可能是绝望了吧 否则他为什么不知道躲避洪水呢 他可能会想说 就算我躲开了洪水 那么姑娘没有来 他的心不在我这里的话 那么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这是这样的一种人生观 价值观 或者说爱情观 但是这是一种信仰 信仰就是没有道理可讲 就是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尾声就是这样的人 他是守信的人 守信的人对别人来说是安全的 但是对他自己来说 这个可是需要承受 需要付出代价的 尾声就是这样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这种死心眼的人 现在几乎可能绝迹了吧 因为现在我们一个比一个聪明 谁也不会去干这样的傻事了吧 那么爱情呢 我们还要去谈论它吗 有关于尾声的故事 其实我们只知道那么一丁点 我们可以去想象 我们可以去假设 但是假设仅仅是假设 就凭那干巴巴的一句话 我们甚至都不知道 那是一座什么样的桥 那是木桥吗 那是铁桥吗 那是石桥吗 我们完全不知道 就像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里面唱的一样 尾声等在水桥上 水桥掩了 尾声等在木桥中 木桥断了 尾声等在铁桥下 铁桥秀了 尾声等在石桥边 石桥裂了 对 一直忘了说 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尾声 也是我为什么用这首歌的原因 因为这一期节目 我就准备讲一讲尾声和它的故事 和我们对它的看法 它的想法 我觉得看待这样的事情 还是简单一些为好 我们只想这个最基本的这个事实 最基本的故事 我们不妨就听着这首歌 想象着千年之前的那个青年 心中留下这么一点点美好吧 尾声等在水桥上 水桥掩了 尾声等在木桥中 木桥断了 尾声等在铁桥下 铁桥秀了 尾声等在石桥边 石桥烈了 李小洛的歌《尾声》 出自他2013年的专辑《雨兰亭街》 他今年出了最新的专辑 叫《丰饶之锅》 大家可以听到这首歌 其实就蛮有特色的 跟肯定跟你们之前听到的歌 很不一样 很不一样 如果你感兴趣 可以听他专辑里面 其他的歌就更加各色 别怪我没提醒你 要听李小洛的歌 没有点勇气是不行的 好吧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说到这里吧 还是那个老话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 有任何的意见 欢迎您在听到 这个节目的平台下面 给我留言 我基本上都能看到 或者请关注 我的微信公众号 轩原十四工作室 里面有我各期节目的推送 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 特别提醒 今天这首歌 尾声的歌词 我会放在我的微信消息里边 如果你关注了 微信公众号之后 你就能看到 我们的美女歌唱家 李小洛的照片 和这首歌的歌词 好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欢迎您的收听 求关注 求过散 我也会继续把我这个节目 坚持下去 好好的做下去 这也是我的一个承诺 我也希望能像尾声那样 受信 好吧 我们下期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